下个王比方一个 嗨 找到宝藏了吗 宝藏就是这个 纸之居 之居在日文是戏剧的意思 而纸之居就是图片故事箱 当箱子上的门打开以后 就变成一个荧幕 说故事的人 则依照剧情的发展 抽换图片内容 以前日本的糖果饭 把纸之居放在脚踏车上 骑到大街小巷 吸引小朋友来听故事买糖果 故事馆里的纸之居 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特制的 有机会的话 来这里感受一下 这种特别的说故事方法吧